今天,数百名民主运动支持者在洛杉矶举行了大规模车队游行 游行队伍主要集中在华人区的丁胖子广场商业区,吸引了众多华人居民的关注 游行从上午开始,参与者驾驶着装饰有抗议标语和象征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的车辆浩浩荡荡地行驶在街道上 他们高呼勿望六四,追求民主等口号,以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无辜遇难者,并呼吁公众不要忘记这段血腥的历史 组织此次活动的华人代表表示,35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自由和民主牺牲的勇士 今天的游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六四事件的记忆,并向世界传递我们追求真相与正义的决心 天安门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伤痕 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对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学生和市民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数千人伤亡 这一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至今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中国境内,六四事件一直被政府严格审查和封锁,年轻一代对此支支甚少 正因如此,海内外华人社区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并呼吁中国政府正式和反思过去的错误 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再次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历史不能被遗忘,真相需要被传承 只有面对历史,才能走向未来 大党共产党为人民报仇 大党共产党为全人民报仇 其包的混蛋 小学生 习近平普世 你知道什么叫无耻吗 货财 货财 货 财